大马氏格玫瑰花水 来跟大家讲 花水跟化妆水呢 它基本上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那为什么它要叫花水呢 因为呢 那是精油在酿造的过程当中呢 它上面蒸发的那些水分 然后把它搜集下来 所以它是含有玫瑰精油 特别是玫瑰精油里面最顶级的 大马氏格玫瑰精油的花水 就是它在酿着大马氏格玫瑰精油的时候 上面蒸汽产生的那一些水分 通通都集中在这一瓶里面 所以为什么花水才会这么贵 其实玫瑰呢 它是所有精油里面最万用的 它可以舒缓蒸定你的肌肤以外 而且它是不限任何肌肤 就是你是干燥肌敏感肌也好 或者是你是本身就是油性肌 都没有关系 它都适用 我自己会带在品 会自己带在身上 然后我会把它当补妆用 就是因为像我有上妆 我现在 它的分子很细 我跟大家讲 特别是你知道哦 它呢 上面就讲说 你喷上去之后 10秒 你在做按压 那时候就想说 怎么可能10秒才做按压 用过化妆水的人知道 特别是这种喷雾的 你喷上去之后 你哪等它10秒 马上就是 那个水流一样就去滑下来 可是跟大家讲一点都不夸张 它呢 喷上去之后 它的分子细到你的肌肤的毛细孔 会自己去抓住 因为你这个整个卸完妆啊 洗完脸之后 你的所有毛细孔都打开了嘛 对不对 那么呢 当你毛细孔打开的时候 第一时间大家先不要去垂头发 不要擦乳液 第一个时间一定要顾你的脸 对 你赶快把这一瓶 你赶快这一瓶拿出来 然后先做个基本的这样 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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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的头皮又喷到都没有关系 很妙的就是 当你在花水跟化妆水的这一个步骤呢 把这个水分真的补齐完之后 你下面的精华液的分量可以很少 你乳液也可以很少 甚至是它的效果会比原本的效果还要更好 所以这一瓶是我真的 我好爱哦 这一瓶哦 你一定要常常喷 因为如果你懒得按压 你怕你的手脏 刚刚讲到它的分子很细 你的毛细孔会自己去抓这个水分 然后呢它的保湿度很高 它的活性度也很高 所以如果呢你想要取代化妆水也是可以 它本身就是取代化妆水的东西 保湿其实它就已经会到达蓬跟亮了 我跟大家说 你如果真的像我一样 每一天晚上洗完脸之后 很认真的做基础的玫瑰花水的保湿的话 你在喷到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你的肌肤是 空、亮、还有软的 当你只要用过一瓶 你们认真用完一瓶 你就会可以看到你肌肤的改变 你会看到你肌肤的改变